我是从去年9月份来到这里的 父母希望我来这边 就是能提高我的成绩 或者各方面的能力 我喜欢这里的老师和同学们 尤其是我的队子和队子家长 特别喜欢他们在那种氛围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藏文对我们而言 就是属于本民族的文化 就是必须要传承的 除了上藏文课以外 我们课外的话 也有就是藏文书法的兴趣小组 平常过藏理青年的时候 学校这边也会就是 做一些切码 还有骨兔 就是弄那些 然后来温暖一下 我们在这边的学生 因为每个孩子 就是从小就离开父母 就是肯定会有思想之情的 心就感受到了家的温暖 然后感觉到了 这边还有家人 有亲情 也感受到了很多的爱 老师的爱 同学的爱 感谢 李宗盛 谢谢大家